放了一波蜂在这里面 塌方了 把蜜蜂也一起压死了 这种地方还是养冻不是很好 容易塌方 现在下的太多鱼了 放光了 这里好像有一个罐子 奇怪 这里有一个磁罐子 这里也有 这里面还有古钱币 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不是钱呢 目前我看到有两个 我还有一罐子 我还以为一罐子 我先把它挖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在下面找一下还有没有 这个塌方的时候把这个罐罐给压坏了 不能这个罐子也是古董 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哪里来的罐子 奇怪 看拿不拿得出来 这里发现下面还有几枚银币 还有几枚银币 你看这里还有两枚 刚才那里 刚才那里剪出来的 年代可能实在有点久 哇 哇 修了好多 这下面以前有很多的 你看 这里坏了好多个 哇 这个是什么 几枚 两枚 两枚 三枚 四枚 五枚 六枚 这古董啊 才六枚吧 里面没了 下面还有 七枚 可能是几百年前或者上千年前 埋在这个地下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枚 看下下面还有没有 可能哪个老人那时候 没舍得花的 埋在这里 才七枚就没了 看底下还有没有大羊 再给它掏一下 这个罐罐搞坏了 有点可惜了 不然连这个罐子拿出来 多有意思 破了 没了 找出来七枚铜币 你看 漂亮吧 这七枚 古钱币哦 哪天拿给正常那种 这古董的去看见 这个是不是 最古老那种 我在电视上看这种 有些古钱币 能上百万的 这种 最少是几百年前的 拿给它看一下 要是值钱的话 就发财了 我拿过去洗一下 你看这种罐子 全部都是古老 可惜这个破了 不能这个也能值些钱 最少是几百年前的 这窝蜂他来找出来七枚古钱币 硬起来不错 拿回家洗一下 拿洗 洗一下看里面 能不能看得到剂 怎么有这种青色的绣了 有些有致就是这个 看不清楚 你舅舅不是搜古董的吧 下次我们拿给他去看一下 这样子拿看 这个怎么会存七个硬币在那里面 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种 鞋也洗不干净 这个应该要洗药水才能 不然这么洗不干净 好了 拿到楼上去 扛起来 下次拿给你就看一下 到这里 到这里